大家好,分享个消息。 这叫请愿警察啊。 到今年7月为止,她一直在银行等地工作。 去年的6月,A某在基主岛某度假村拍摄MV时, 偷偷在两名参与拍摄的20岁左右的女模特的更衣室区安装了小型摄像机。 偷拍视频长达1小时30分钟。 根据该视频,A某在镜子前设置好摄像机以后, 跟女模特聊了一会儿天,随后出现了女模特们换衣服的场面。 受害模特表示,因为那个空间靠近淋浴室,所以被用作了更衣室。 那么A某的偷拍行径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是负责MV拍摄、编辑、导演等工作的MV导演发现了A某偷拍的画面, 然后向首尔江北警察署进行了报警。 该导演表示,在拍摄MV时,自己给A某几个摄像机, 让他拍摄一些自拍镜头,没想到A某将自己借给他的设备用于了偷拍。 导演回忆称,自己找到摄像机的时候,有毛巾盖在上面加以演示, 在自己将摄像机带回首尔之前,A某曾向自己要拍摄的内存卡, 两人因此产生了矛盾。A某为了拿走内存卡,还殴打了这个导演。 在今年的4月,首尔江北警察署将案件移交给了冀州岛西规浦警察署。 西规浦警察署于今年的6月,以涉嫌违反性暴力犯罪处罚法, 向检方对A某提出了不拘留起诉。 警方表示,综合视频证据和前后关系,我们认为此案没有争论的遗地。 但是A某对此表示坚决否认,他反驳称, 车样机只是偶然放在那里,并不是非法拍摄, 并且放置摄像机的地方并不是模特们的更衣间, 自己也没有向导演要过内存卡。 在上个月的6日,该案件被西规浦警察署移交至东部地监, 东部地监已经要求警方进行了补充调查。 就在8月5日,媒体报道了相关的新闻以后, 说上歌手Uber大夫,他的名字叫Uber大夫, 谁知道起了一个英文名还不像的一个名字, 叫Uber大夫,发来因此承认了自己就是那个A某, 但他依旧主张偷拍是虚假事实, 相反,自己才是被导演威胁的那一位。 Uber大夫表示,2020年的夏天在基礁岛拍摄MV时, 因为分量问题和导演产生了矛盾,中断了拍摄, 拍摄结束后,我受到了导演的威胁, 导演给我发送了我半裸照片, 说这是我偷拍的证据, 还威胁我感谢他没有传播这些照片。 我只是把导演给我的摄像机随便放在了女模特们都能看到的梳妆台上而已, 如果我想偷拍的话, 就应该把摄像机藏起来, 所谓的毛巾遮挡摄像头的说法也毫无依据, 说我为了偷拍内容威胁并殴打导演的说法也毫无根据。 Yubert大夫再次强调, 放射相机的地方并不是女更衣室, 更衣室在其他地方。 他还表示自己将以诬告罪起诉导演, 称把避云套和维格作为道具带到拍摄现场的导演, 更有侮辱女模特的嫌疑。 他还表示这件事给自己带来了心理和精神上的冲击, 所以现在正在进行高强度的精神治疗, 工作也已经辞职, 希望能够尽快查出真相, 自己会等待。 到底是谁说的对呢? 到时候警察会给一个公正的结论。 期待吧,谢谢。